每年春节前后是炮炸花盛开的季节 在新北市土城霍饶里希望之河的沿岸 就能看到一整排亮澄澄的炮炸花 除了吸引当地人前往散步赏美景 就连外地人也会特地前往拍照留下纪念 一整排亮橘色的炮炸花 沿着土城霍饶里的希望之河盛开 每年春节前后都会看到这样的美景 而这其实是在15年前 里长特别指定要用来美花社区的植栽 包藏花一年数据 那个月子都不会掉 可以遮阴 然后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像过年时候会长出一串串的金黄色的包藏花 包藏花就属于我们台语说 炮花灰 我们以前我们的传统就是说 过年时候就抱住一生 除锈碎 现在这个包藏花就像炮子 那个鞭炮一样 因此看到炮炮花盛开也代表要迎接新的一年 而里长说这样的美景多年来从没争断过 现在可不只有在地人知道 以前就没有看到这样 以前这条沟都很臭 都没有人整理 现在就从里长来以后 他就发动我们前里的助攻来这边维修 现在看到这个花我们就很高兴 我们本地的还有外地的都会来 外地都到这边来照相 在这个步道我们就每天在运动 外地来也好多 来在我们这里散步来运动这样 都看到我们这边的特色 中午的时候阿公会带我来这里散步 都是看什么花 包藏花 那你呢会跟谁一起来 有时候小时候都是阿嬷带我来看爆炸花 我都问阿嬷说 那个爆炸花是那个那个是什么树 爆炸花预计盛开到三月中 民众经过希望之河时不妨放慢脚步 抬头欣赏爆炸花为生活增添喜洋洋的气氛